各位好 在学测考完之后 很多的考生在当天就说 学测很难 他要放弃申请 准备投入分科测验 这样子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 我的建议是不用那么急着去做决定 原因是什么呢 我来分下面三点来说给各位听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 学测觉得很难 或者你觉得考坏了是一种感觉 那你对过答案了没有 那我的建议是 等到大考中心的月见结束之后 3月1号它相关的数据会出来 到时候你再去做综合判断 第二个原因是 学测几分它不是每一年都是等值的 今年跟去年它不见得是相同的 我们常听到专家说 今年某一颗要用去年的几分 来将一几分来做估算 或者说要增加一几分来做一个估算 他们不是先估 他们根据的资料 是大考中心所公布的 单颗及多颗不同组合的累计人数 表来做计算的 那在3月1号成绩放榜之后呢 大考中心也会公布 今年的相关的统计数据 到时候会有许多的 弱点分析网站或系统 来提供给各位参考使用 那我的建议啊 你还是要自己去看那个 累计人数的对照表 来核算一下比较准确一点 升学呢它看的不是你个人的成绩 而是你跟其他的竞争者的成绩的相对位置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说 你要去看那个累计人数表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录的影片 如何对照全国数据做学测的跨年度比较 第三个原因是 你到底是失常或者是正常演出呢 你可以去看你在校的模拟考的排名 还有你这一次学测在你们学校你的排名 如果相差不大的话 基本上你是正常演出 如果呢你有很大的落差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判定为失常 如果你是正常演出的话呢 短时间里面你要大幅的提升你的程度 基本上有一定的难度 各位你可以根据这个部分 去做一个审慎的评估 之前我有讲过一部影片 是模拟考有什么作用 各位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的说明 那我的结论呢是 不管你是不是要放弃申请 在做决定之前呢 你先参考以上的因素 做一些综合研判之后 再来做决定 那做了决定之后呢 你会有以下的几种情形 第一个情形是 你确定你的学策是失常了 或者说你真的考杂了 想给自己再一次的拼搏的机会 那如果你决定放弃申请 那就请你用过辅成舟的态度投入 接下来的分科测验的准备 第二个情形呢是 你觉得我可以再试试看申请 那么你从现在开始 有几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 补强你的学习历程档案 补强方式呢有几种 第一个 虽然说第一学期到第五学期的课程成果 已经上传完毕不能够再做改变了 但是呢各位别忘了 你还有第六学期的课程成果 可以替你做补强 第二个呢是 多元表现呢有社团活动自主学习等等 它不像课程成果有上传学期的限制 所以呢各位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来丰富你的多元表现 帮你的学期历程档案做一些提升 第三个呢是 你要好好的去做你的学期历程指数 跟多元表现重整心得这两份档案 前面所提的课程成果跟多元表现 都是所谓的佐证附件 那真正的本文呢是 历程指数跟重整心得这两份档案 那什么时候开始做 我的建议是过年休息几天之后就开工吧 你千万不要说我要等到三月底 一接筛选公告之后才想做 差两个月你的档案会有不同层次的表现 第二个提醒是你不要放下你的课页 毕竟你的申请不一定会过关 三月三十一跟六月十五是两个重要的时间点 如果没有过你就要投入分科测验 即便你要申请高三下的成绩 也是要上传征选委员会的 在新次的学期历程审查里面 休课记录是一定会看的 到时候教授看到你的高三下的成绩惨不忍睹 他会怎么看你这个学生的学习态度呢 此外有些校系他的申请入学 第二阶的指定真是有比试 比试范围也是高三的部分会加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各位你去准备它 是不会吃亏的 有关高三下的时长安排 各位你可以参考我之前拍的这部影片 以上是我针对到底在学测完之后 要不要决定去做分科测验 我建议各位在做决定之前 先做以上的评估分析 做了决定之后就好好的去落实吧 不要再三星恶意了 以上是我给各位的建议 这一集我们就谈到这边 下次见